这个硬盘 大家看到这个硬盘 我这两年拍的所有视频 讲完以后都会把它靠到里面 这个硬盘是 西部数据的 WD的 4T移动硬盘 前几天就突然就读不出来了 穿上电脑了 那个灯只是灯 所以我今天就问了 西部数据那边的 客服 他说你这个盘可能是 有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英文化 要不就是主板化了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插头 这个就很松动了 他跟我说呢就是你这个 插的这个 USB的线的时候是不是很松 如果是很松的话 那其实我这个已经很松了 这个 这个真的是很松的 这个地方 摇摇晃晃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地方接触有问题 所以我现在把它打开看一下 这个 我这个还没有过保的啊 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有相同的问题 就不要去拆它了 但是我还是想拆一下它的 我看一下这个接头是不是真的很松动 所以这个硬盘拆得很简单 只要把它扣出来 几个扣就可以了 对 拆开看一下 到底它的问题是哪里 它是几个卡扣来的 拆起来很简单 但是你要有 有一个工具才行 对 这样拆开就好了 它是几个卡扣来的 拆出来以后呢 主要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松动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你焊机的问题 所以我要把它拿出来再看 对 对 这边下面有一个就是个盒子而已 对 就是个盒子 然后就是这个硬盘 硬盘 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变色一个接头呢 但是 它这个焊接的位置呢 但也不至于啊 这个地方好像焊的还比较紧的 但是插上 插上键了以后 它就一点都不通键 虽然是摇的动 但是 卡的很紧的 也没得很容易松啊 但是它这个指示灯就不亮 这是个指示灯来的 这个硬盘呢是没办法了 因为我自己没法修 所以就找到他们的售后 京东呢 售后呢 它是 找到京东 京东的时候它是可以帮忙换新 但是呢 首先不能开盘 因为我刚好我这个硬盘已经开过了 当然是 不是你们的硬盘开过了 是外面的外盒开过了 外盒的塑胶壳开过了 开过了以后 他们寄回去发现你开的有痕迹 它是不给你保修的 所以 你这个京东买这个硬盘呢 你们就留意了 不要劝望 不要去开这个塑胶盒 开塑胶盒 它不保修的了 这个我已经是问了他们 他们也收到我这个机会 退回去的盒子 他说你拆够了不能修 后来就没办法给我寄回来 然后我就找到第三方的 恢复数据公司的公司 就是第三方数据恢复公司 然后把硬盘拿过去 他们帮我检测一下 发现是主板的问题 盒子硬盘没什么问题 主板 主板不能失盘了 主要是主板问题 主要是主板的问题 主板没办法 识别到 所以插上电 这个灯也不亮 硬盘也不会启动 然后他们就帮我把 那个数据给我导出来 导出来以后 然后帮我把那个硬盘 寄回给厂家 就是西部数据的厂家 在浙江那边 然后他们帮我去 也不是叫维修吧 他会换一个 就是那种类似于 二手盘一样的东西 但是保证是好的 但不是换全新的盘给你用 就是给你换一个 好的硬盘给你 不是全新的 但是也能用的硬盘 然后就寄回给我 但是这个时间要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寄回来 所以我现在已经把盘给到他们去 帮我寄到厂家去置换了 数据它是在 因为有3T到4T的数据很大 因为我真是手上没有那么大的硬盘 他们就帮我放在他们公司 然后等盘修好以后 再帮我把它烤回来 然后再把这个盘给回我 这个4个T的数据 要恢复出来找出来的话 花了1000块钱 他本来要1200 给我优回来两块钱 要1000块钱 把这个数据找回来 就是花了1000块钱 把你的数据救回来了 同时帮你把硬盘也给你换了一个二手盘 但是能用 不是全新的 所以这个教训就花的代价比较重了 所以大家一起记得 移动的机械硬盘 不要拿来做备份数据 如果要移动硬盘 那个东西只能当一个 您是一个周转盘 如果你真的要移动硬盘 去做点事情 或者说备份的话 最好用这种 这种就是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它里面 它是固态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机械的 不是机械的话 你怎么晃弄它 它都不会有影响 也不会出问题 当然这个东西也有风险 所以用的时候 经常要好好的去对它 特别现在很多人 拿到一些移动硬盘 或者右盘插入电脑以后 就直接拔出来 也不会安全退出以后再拔 这个东西我也碰得过 就是一个右盘的插进去 然后就随便拔拔拔拔拔 看开始多少次没问题 但是时间久了 总是有一天 你会突然碰到问题了 插进去没问题 你拔出来也没问题 拔出来也没问题 拔出来也没问题 然后你插回去的时候 读不到了 所以硬盘 过它 移动硬盘 还是右盘 还有过它的移动硬盘 不要这样去 随意的抽插 总有一天你会碰到 你不爽的事情 插得很爽 但是拔的也很爽 但是最终有一天 你碰到会不爽的事情 你会后后来不及了 是要花钱去把它补救了 右盘之前出问题以后 我是自己通过 PC里面的一些数据恢复 然后我自己找回来了 但是过它硬盘我就没办法了 因为它的数据太大 而且就找到第三个公司 然后帮我们把它据回来 京东的硬盘 我听他们说 你去到宋林易购 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买 只要不开硬盘 硬盘盒打开没问题 它一样的会保修 只要不把硬盘盒里面的 真正的硬盘进行打开的话 它是会去保修的 那个是没问题的 因为外壳你用起来 肯定会有用的痕迹的 你拆开也不会影响到 你说你的盘是比打开过没有打开过的 它是搜你一个 他们是可以给你做一个保修或者之换的 但是搜京东就不可以了 京东你只要拆个外壳的痕迹 它就会不会给你保修的 哪怕你是在保修内 它都不会给你保修的 当然保修外 可能就更不会保修的了 OK 这个就是我用了两年的时间 然后所有的数据放在一个固态硬盘 放在一个机械的移动硬盘里面 然后整成了一个药蛾子 所以我建议给大家 所有的数据 最好是买一个什么NAS 当然我这边NAS 这里有一台肯定的黑的 这个是刚刚买回来的 这个里面我买的是 下期我们做个视频给大家分享 怎么样去买个NAS OK 说的这个就不爽了 OK 好吧 移动的过机械硬盘 或移动的一些硬盘的那些坑 就小心的不要再踩进去了 希望能帮助大家 我们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